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新智 今天这期视频比较简单 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免费域名的注册教程 今天这个免费域名的话是这个DNSHE的域名管理平台 当前的话这个平台是提供两个域名后缀 可以申请对应的免费域名 最多的话可以申请十个域名 基础的话你刚注册完它就可以有五个免费的二金域名 你通过邀请码你可以去使用别人的邀请码 可以获得一个别人用你的邀请码你也可以获得一个 但是最高上限的话只能有五个 所以总共的话是十个 这个的话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目前之前的一些免费域名的话 它的数量是有绝对优势的 另外的话这边的话它也是没有一个续签的一个操作的 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永久免费 只要它的平台还在正常的运营的话 你就可以免费的去使用它 另外这个的话也是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实名验证的 只要通过一个邮箱验证就可以了 实际测试的它自带的DNSHE还是比较快的 最重要的话可能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一个Cloudflare的托管 目前暂时的话是还没有真正的支持这个Cloudflare的托管 但是目前官方的话已经说明已经即将加入这个PSL的一个公共后缀列表 只要成功加入这个后续的话就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去托管了 但是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先去做一个注册 然后一个基础的使用 因为你即使没有托管到Cloudflare 正常的一些就是你的站点 服务器做一个解析还是没有问题的 OK这里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注册教程 注册还比较简单 这里放了注册页面 大家直接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到注册页面 这信息也比较简单 大家除了注意这个邮箱 邮箱的话大家可以用临时的也可以用自己的 主要是他需要通过一个验证码 你这个邮箱必须能接收到验证码 其他的话就随便填也就可以了 这里电话也随便填就可以了 他不会去做任何的验证 因为这个视频的话 我前面其实录了一个 但是我发现没录好 所以我现在要重新录了 这里的话就不给大家注册了 大家自己手动注册 随便填就行了 然后我这里直接用我的账号来登录一下 OK你注册成功之后 登录进来就到这个界面了 然后我们需要到这个域名服务这里 找到这个免费域名 然后我们点击进来 因为前面的话我已经做过一个操作视频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的话已经注册了一个 然后剩余五个 这里邀请解锁的话是一个 看这已经解析好了一个 正常你新注册的话 进来的话 这里应该是还没有注册状态 是剩余五个的 然后这里是解锁的话是零个 这里的解锁的话是通过这里的邀请 这个的话是我的邀请码 你们可以通过我的邀请码在这里使用输入我的邀请码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度 你在用别人的邀请码的时候你可以获得一个额度 的话应该是第一名应该是有服务器和域名 然后后面基本上有不同的域名 xyz的.com的域名都会有不同的等级的域名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邀请次数会有一个排名 最终排名的话 他会按照你的次数进行前五名都会有奖励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参与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我大家也可以用我的邀请码去来去注册 解锁这个额度 如果我的邀请码上榜的话 上榜了 然后获得奖品的话 我会把对应的奖品直接在视频留言区抽掉 好吧 然后有兴趣的自己也可以去邀请朋友一起 但是这其实还是挺多的 有幸运的可以去参与一下好吧 然后这里解析的话 它本身是自带解析的DNS解析的 直接在这里做解析就行了 我这里做了一个解析 可以给大家测试看一下 但它这里好像没有显示我的前缀 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在这里 这详细信息啊 我来给大家测试看一下 我这里就不重新去给它解析了 让直接查询测试一下 然后看到是成功解析解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回到这里 这里DNS服务器的话 如果后续CloudFile能成功的托管的话 直接在这里把对应的解析服务器填上去可以了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解析服务器的话也可以在这里去做一个托管 一个基本的域名管理的话 简单说一下 因为刚刚注册过了 没跟大家讲 对的话 就是新进来这里肯定是还没有注册 点击这里注册新域名 可以选择不同的根域名 然后去注册就可以了 这里 我觉得简单演示 再演示一个吧 这狗应该是我之前另外一个号应该注册 我看一下 他会提示已经注册了 OK 这也注册成功了 对吧 然后我在这里可以添加个解析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还是提提 这边随便解析一个 OK 你有看到他解析非常的快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 就DNS查一下 看这里瞬间解析出来了 所以我体验的话 其实这个解析 自来解析还是比较快的 OK 基本的操作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比较简单 而且感觉比其他的都很方便 你其实正常通过这个链接注册 这里会受到一个邮箱验证 因为前面一个视频我做了 现在的话懒得再去重新注册一个了 大家正常注册完接收验证 然后这个信息的话随便填就行了 因为只要邮箱填好 其他的随便填其他用不着 也不需要验证 然后我们注册完成之后就到后台去注册 域名就可以了 刚刚也给大家演示了整个注册流程 另外的话就是你需要解锁其他的域名的话 你可以用我的一个邀请码去填到邀请码里面去 解锁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视频想要互相解锁更多额度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留言之后大家可以互相去用邀请码 然后会去更多的额度 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每周的邀请排行榜 那这个可能一般人比较麻烦 麻烦吧 比较多 因为他最多的好像有三四十个这里 最多都有四十 你至少三十吧 至少三十你才有机会 是吧 然后最后的卡罗佩尔 目前观光的话已经说明了 他已经即将加入PSL的一个公共获缀列表 我们等等看 如果即使他没有加入我们正常的一些使用还是可以的 只是可能说缺少了 Cloudflare的更多的服务 基本的应用还是可以的好吧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看看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内容还不错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好吧 OK 拜拜 拜拜